好,今個星期大把戲開始 8月4日大把戲,星期五晚 今天有我們三位在這裡,大家好 今天由我做一個主持 今個星期都算多戲,有五套戲 首先說,其實有兩套是動畫 有一套是電影《多拉A夢大紅與天空的理想鄉》 一年一度的《多拉A夢》動畫,是2D版的動畫 這套應該是今個星期很多人的首選 除了一套之外,另一套也是比較合家歡 一家大小都會合看的,叫《鬼那麼多大屋》 強調是2023版 就是為什麼呢? 其實20多年前,另一套也叫《一模一樣的》 叫《鬼那麼多大屋》 《Hunted Mansion》就是Eddie Murphy做的 今年這個就叫《重拍版》 所以大家要強調是2023版 也是一家大小的迪士尼電影 第三套就是《極刊巨沙爾的深溝》 一套也是續集編 這次也是一個荷里活和中國的合作電影 有一套比較大型 上集有看的 有看華納出品的電影 然後還有一套就是第四套 就是《我愛你感嘆號》 要很強調是有感嘆號的 還有《愛》字是有一個深深在裡面的 那一套是中國內地的電影 但是卡士是有內地演員加香港演員 在內地是大收的 我們等一下也會說的 最後一套 也是一套動畫 可能比較少人知道 叫《鬼套再跑2023》 也要強調是有2023年的 因為這套應該之前也有一套叫《鬼套再跑》的動畫電影 這套其實曾經是香港國際電影 香港兒童國際電影自己開幕電影 那今個星期就會正式上畫 應該是星期六開始上 但是在個別的戲院就會看到 一共五套 首先第一節我們先說兩套 不如說鬼這麼多大屋 和極刊巨沙爾 先說鬼這麼多大屋 大家是不是看了 看了 但你有沒有看二十多年前那一套 有 我也有 但我真的 我是再早一點那一套都看過 再早一點那一套 不知道幾多年了 都一模一樣 又是叫鬼這麼多大屋 都是用迪士尼這個主題公園的那些鬼屋 來做主題的 那我想說這個Hunter Mansion 這個Hunter Mansion 這個Hunter Mansion 阿禎哥 阿黃禎都做過改革 找黃秋生做 叫做香港第一凶宅 我想都是受到啟發 所以就是找一間凶宅來做一個故事 黃秋生的 我當年由黃秋生配荔枝 很有趣 大家有機會就上網看 即是黃秋生是Eddie Murphy 香港版的 他不是小片來的 他真的是那些鬼片來的 就是客人那些鬼片來的 那我先說一下 我覺得2023版這個 其實我覺得好過2003版的 其實我覺得Eddie Murphy那個版本 真的是很廠景的一個迪士來的 就是很迪士尼的那種設計 就是人那種特技 還有當年的特技 當然你當年看回不是那麼成熟 但是看回這個版本 其實我其實喜歡 反而它的實景 我很喜歡去描寫新路易良 就是美國的一個最南邊 也都是最多這些叫鬼怪的 鬼魂野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次抓得挺好的 就是我很想去新路易良旅行的時候 但是他這次帶給我一個 就真的是一個很實正的 一個新路易良景的 比如那些屋啊 那些街道啊 那些成的 還有新路易良 新路易良出名就是他的音樂 很多黑人在裡面的 很多黑人住在這個地方 就是落藥點落得不錯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說 他裡面那間屋裡面玩鬼的 我就是很農統自己說一下 玩鬼的東西 略嫌就真的都挺創勁的 依然都挺創勁的 就是都挺 有一些叫省水省力的 但是我覺得那些演員做得不錯的 其實男主角呢 我好像之前沒有怎麼看過他的電影 因為好像看回那個 就是他的狀態好像沒有怎麼看過 但是我覺得他做一個 比較憂傷的一個喪妻之夫呢 我覺得是很棒的 就是能夠出來的 就是帶動了我看他的情緒 但是我覺得迪士尼拍鬼片的一件事 還未入場都知道 肯定不會害怕的了 就是迪士尼的鬼片會害怕的 就像你入了迪士尼一個鬼屋裡面 一個玩了一次遊歷的狀態 最慘的是他不害怕之餘 他又不好笑才會害怕 那變成這樣 我也挺留意在場的觀眾 就是笑聲的真的沒有了 也挺難捱的 我覺得也挺難捱的 但是我挺欣賞他 整件事搬約 不是搬約 就是設定是新鮮爾蘭的設定 以及男主角我是挺喜歡的 暫時先說一下 嗯 那Cindy你怎麼看呢 那我講 其實呢 我有覺得這部電影是預期的 因為你都是說那句 迪士尼恐怖極有限 所以你預了 其實你當是進入一個鬼屋 真的進入一個Honda Mansion 因為他本身這部電影 也是照回迪士尼樂園裡面 不同國家的鬼屋去參考 然後建構出來 所以你就進去的時候 其實你看的時候 你是有一點親切感 雖然我很久沒有去過迪士尼樂園 但是也有去過 我印象中某些位置 真的像那部電影 像那部鬼屋裡面的設計 我是欣賞他夠懷舊的那樣東西 其實你不覺得他是沒有任何新的 但是他是很坦坦坦坦的去做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也不會做得太多 也不會給小李看 所以你進入去就預期 你好像真的在坐一個騎士 那樣 我覺得我也收貨的 其次我就是欣賞他裡面一些小小的設計 就是一間屋裡面的小小的設計 他裡面有很多不同的 那些裝飾 例如很簡單 例如去牆牆那些畫 又或者是小到 例如一枝蠟燭 他都會有他的特色 他都有一個生命 很可愛的蠟燭 那枝蠟燭是沒有眼看 自己催悉自己的 那枝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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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他就是很迪士尼 很幻想的 你進去就算每一樣東西 就算是一個荔鬼都好 他叫做一個荔鬼 他都是有他自己可愛的地方 而且設計上真的老少咸儀 你不會覺得他有什麼很嚇人的地方 我剛才說的細節位 那些裝飾很有趣 就算是一些畫 其實你可能看的時候 真的要落足眼力 除了看人以外的所有的東西 你會發覺很多細緻的地方 那其次我又 但我又覺得他又真的 政治很正確 也是很迪士尼那些 整件事 我覺得你說共融那件事 在電影裡是滲出來的 例如他不是說不同的人 不同的背景 有不同的故事 跟著每個人都 最後都是說親情的那件事 之餘他最後那場的那些壓軸 就是說人其實可以跟鬼共存 那件事 我覺得他說共融那件事 已經說到出神入化了 跟鬼要共融 不是說種族那麼簡單 跨越了種族 還有他講家庭缺失都挺好提 兩個家庭都是缺失的家庭 是的 他的議題都挺大的 雖然他的空間很小 但是他的議題很大 我也很欣賞 是的 嗯 嗯 我是這樣看的 因為如果之前 未有那些鬼屋實錄 那些呢 那這一步都撐得住腳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呢 他也都作為迪士尼一百年 他這個都是其中的一個項目 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其實又很久以前 都已經好像八十年代的時候 都開始拍都有看的 到你說03年那次 或者現在這個23年那次呢 其實我每次都覺得 都太過一般的 因為為什麼他一是太過 整個主境都是 迪士尼樂園的那間鬼屋 來做一個主題 嗯 我覺得這次呢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譬如 還有那個單親媽咪和她的兒子 就是臨上的妻子 還有一個神婆 假神父 或者那個 博士 那都是二打六的角色 很有份量的 所以那些猛鬼 基本上他出來 其實老老實實 他現在那些猛鬼 譬如跳舞啊 或者在空中漂浮啊 那其實我是在那個82年那時候呢 就是第一次做那部電影 有一點小心怕怕 其實都是抄這個樂園的那些東西 對哦 有些 你現在說起來有點遲 其實因為那時候 我們呢 最初覺得有趣呢 就是把迪士尼的那個世界 放下來香港 就是香港那間的燕子窩嘛 那個都是用屋來做戲 那我覺得呢 現在這一部呢 他略言他太忠於那個屋的主題 但是呢 他已經沒有了 譬如我們看那個鬼屋實錄的那些 那些 不遭遇的 一級片和三級片來的 鬼屋多麼實錄 你的屋呢 這間屋 那樣害怕呢 那那個呢 我覺得就 鬼屋之後呢 你這樣拍呢 我想 就算小孩子都 其實還沒有滿足的 不滿足 當然 小孩子可以看什麼呢 看Pixar那套 Show 靈魂奇遇記的 是不是 都是玩黑人 都是玩黑音樂 那你把《新浩二良》都不玩 那些音樂就真的比較 是學會跳舞的 但是那種又不是 新浩二良那種獨特的那種 就是 Boo Jazz那樣的東西 是 用那個戲劇去分 因為如果用那個 整個戲的那個角度呢 男主角那個喪妻 就令到她是不相信有鬼魂 那你就知道 她其實是很想 如果真的有鬼魂 就能見到自己老婆 那樣的 那跟那個單親媽媽和兒子 要入住那間鬼屋 打算整好它 就可以變賣 這兩條線是最好看的 那我覺得 因為她裡面 最主要就是那個單親 單親媽媽的那個小孩子 她就經常很掛著那個爸爸 因為那個爸爸走了之後呢 就一直要記住 但是你如果你有看這一段 你留意呢 就跟奇諾里維斯的那套什麼 地球停轉日 那個奇諾里維斯這個外星人 跟那個小孩子的關係呢 那套呢 其實是說那種叫對生死 對死去的那個爸爸 或者這個男主角她那個喪妻的感覺 是很期待看到那些鬼魂回來的那種感情呢 她這個就只有一個講字 就浪費了 總括來說呢 還有我看那個版本 我不知道跟你們看那個版本有什麼不同呢 我那個實在看的時候太暗了 你有沒有覺得那個畫面呢 幾圖我想問你呢 很多位置是記錄上去的 就是記錄錄的了 黑人記錄上去呢 暗到呢 我不知道是你所說的就是暗 暗到那個人的邊是變了紫色的 是浮了出來的 你覺不覺得那樣東西呢 不是它關鍵呢 因為我現在看那個版本呢 就是那個版本就音響又很好的 是 那些音響又會震的 那些音響又震到它全身 都是最好的效果 那樣東西 但是在那些視覺裡面呢 那個叫做調光那樣東西呢 它可能整天黑夜 還有很多都是黑裔的那些演出呢 它掃碼拍攝 因為那時候 那個白蘭因迪旁馬最近都在說 菲林和掃碼 因為吸光二 會看大概怎麼樣 但是那個層次呢 怎麼都沒有那麼好的 這部呢 你又看到那個問題 所以其實印象中呢 它之前那部呢 那個效果呢 尤其是它跳舞那場呢 就是它看到很多在大廳那裡 鬼人跳舞呢 那個是那個主題公園那個最經典的 一個特技效果來的嘛 那二三年那個版本呢 都捉到那個漂亮的那種感覺出來 但是我覺得這次呢 是不行的 因為那個效果 可能大家見慣見熟的時候呢 那些帽子又爭了 不夠吸引 嗯 那我覺得呢 就差這些咯 那一部戲就是 是 還有你有沒有覺得有一件事想說一下呢 是不可以容納任何說的那種叫做 還有一個叫Style 提了白人提黑人那樣東西 現在你見到的 已經活走了 真是一個很黑人做的電影 在一個黑人的地方做 我看到導演都是黑人來的 那變了就是呢 你還挺有趣的 再看《0300》的時候 就覺得 原來當年是可以這樣玩 但是到今天的時候呢 已經好像整個 整個 荷里活市場 或者迪士尼那樣東西呢 是不能再容許那樣東西發生的 有一樣東西 是啊 其實總結來說呢 就是 Alan剛才都說了的了 迪士尼拍鬼片 一定不會嚇到小孩的啦 那現在呢 我覺得呢 這幫人會呢 都不夠厲害的 但是那幫演出的那些人呢 其實五條線 你看細分 其實都挺有趣的 不過我覺得他太平均了 所以就現在出來 你會看到 不深刻 變了個個都是易打綠 那樣 那我就覺得就浪費了 所以比起來都差一點點 嗯 都是 其實你都是除了一個男主角 我比較深刻之外 其實 還有那個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 比較搶戲 就是可能唯一 其實我喜歡小朋友多一點點 是的 通常因為你們迪士尼的電影 你覺得一定要有小朋友 那那個小朋友是比較出的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爲 Cindy Allen 我覺得男主角其實就是很帥氣的 其實我們不是很熟悉的 但是我覺得他做出來 這個挺好的 挺好的 但內行不夠氣 這個角色呢 尤其是他跟老婆之間呢 你覺得那個揮頭 你覺得那個揮頭 會不會說太深刻呢 會不會就是譬如說 因為你講一些很傷感的事情 如果擺了迪士尼 不會是迪士尼的一條線 就是說 喂不要弄得那麼傷感 因為小朋友頂不信 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你覺得就是 就是差這種事情 變了不深刻 就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他太多人了 太多演員 他平均每人要給點戲 因為每個人都有頭有面 雖然其實男主角應該是相對的 沒有那麼出名 在阿曼那幫人 那變了你又沒有 其他人 Owen Wilson 難道你不給他氣嗎 那又要給他氣 那變了分分一下 又不太夠分 變了真的沒有一條主線的感覺 其實比上來的 Owen Wilson 和Jimmy Lee Curtis 是不夠氣的 是很小氣的 Danny De Vito 因為別來無恙 都吸引了 其實男主角 我覺得他做得不錯 但是角色不夠力的意思 整體 我覺得在2018年 迪士尼那裡 我覺得 都是好像看完那裡 跟你一起慶祝吹蠟燭 就是這樣意思 不過不要緊 其實因為 未必有這麼多人 有看過2003版本 雖然現在迪士尼Plus 有得看回 哈哈哈哈 我還沒看回 但問題是 其實 你當一套新戲去看 不要比較舊的 又沒什麼大問題 我第一句都說 這套好過舊的 這套有時候 好 下一套 好 下一套就是 沙魚 很長 先說這個名字 當然有了 有沒有看什麼 上一集 有啊有看 李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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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刊巨沙二 好 又我先說 好 好 其實上一集已經很迷茫 內徑 那個特技 好 硬斑斑斑 好像一張紙皮 那樣 改善到 這條沙魚 都是奇怪 有不算如期 對 好像 火部膠 五年 2018 到2023 都是這樣的特技 上一次 你覺得這件事 還挺混賞 就是玩一個變咒 開頭就很認真 好像有些深海異形片 到最後就變成3D成人倉 就是大屠殺 在海灘裡 又有些 比堅尼 那樣玩 我覺得上次都 挺混亂的 給我感覺 這次再玩多次 開頭就有深海異形 然後 尾段就變成3D成人倉 加倍版 那樣 我覺得就是 哇 原來這個導演是挺有Style的 就是一次交 就兩次變成Culture 我覺得就是 這次變成Culture 不知道第三集會不會這樣玩 還有第三集 不知道 我覺得可能會 不過我覺得 他成了上次 上次就是 配李冰冰 這次就配吳京 我覺得 李冰冰 是有這麼一段 的壓場感 上一集其實是 前段正經是 譬如說 他和爸爸 和女兒的關係 那些 好看的 是真的會 你會吸到 你去Drama裡面 但是這次不驚 我覺得 可能導演想要 好像一個 鞋身的演奏 那些 凡是很緊張的場口裡面 他有一個比較 過分地輕鬆的演奏的時候 不行了 我就掉了 我整個人掉了 在海底的探險裡面 那個設計是不錯的 海底的一個 聯合 跟著他們要同命 跟著這樣 不錯的 但是無奈 吳京突然間 脫了線的演奏 我不知道 是溝通上 還是自己 本身 能力上 整個不經過出來的 但是後面 進入瘋狂的3D 整艘狀態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演奏 不經就OK了 我變成了 整套戲 依然有一個混亂感 但是這個混亂感 如果他再 因為第一集的時候 這次再複製多次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些導演 其實是想玩一樣東西 可能這個 成為這個 是一個 風格 叫做風格 前半是很認真的 後半是很瘋狂的 有感覺在 Cindy怎麼看呢 我自己看回 我印象中 我其實喜歡上一集多些 我也認同你所說的 李冰冰 是有眼長感多些 因為不知道不是李冰冰 因為他本身 他上一次演這套 已經不是第一次拍 荷里活電影 變成他 他已經滲了少少國際味 在裡面 他的感覺 雖然他身為一個中國演員 但是他的感覺 你把他放進一些 荷里活的電影 你還未至於 格格不入的感覺 因為他起碼都 講英文都挺好聽的 那種感覺 而且他演得好 這次變成吳京 我最初很擔心 他真的會變成戰狼電影 你會想得很奇怪 如果你把戰狼電影 變成鯊魚可以怎樣玩 是不是把狼對抗鯊魚 我會這樣想 那 又未至於很差的感覺 但總是他有少少 當你把中國的文化 譬如他裡面有一些場景 無緣無故說國語 有這些地方 我覺得很出氣 尤其是他講話的時候 他不知為什麼會說國語 說了一大堆國語 突然轉頻道 變成英文 但其實一邊聽過 那些受眾就是外國人 我覺得這些地方很奇怪 我會覺得自己有些出氣的感覺 還有整部電影是前半段 上半段和下半段 好像兩部電影一樣 感覺是環境的節奏 整件事好像你把它斬成兩部電影的格局 上半段我自己就覺得是偏門的 偏沉門的 雖然大家都是見岸見熟的事情 上半段是說這個基地 下半段是上水面去海灘 都是你曾經在之前的一些災難電影 或者一些沙魚電影 你都會見過的事情 但是上半段我略嫌他在基地那一部分 是太過... 那些鏡頭的裸位 其實他很... 其實很看不到 基本上他的基地 是做問題的 是的 Albert一定會這樣 因為預算問題 然後整個鏡頭是看不清楚 他們在做什麼 是的 這樣我就覺得不行 你這樣其實 一開始已經這樣 你會令到的觀眾 那個意欲很低 即是你一看的時候 那個能力一直一直跌跌跌跌跌跌跌 然後到可能 叫做上水面 才醒一點 那部電影 但是就算上水面 其實你都不見得是 精彩的 因為那些東西 都不是很不合邏輯 即是太多失敗了 他很想做一些B片需要的元素放進去 但是既然你要做一些B片要放一些元素 你又不夠盡,又不夠誇張 譬如你正常的,我嫌他可能可以血腥一點 或者你浪費魚咬人的時候 其實只有一個方法,你永遠都是張開口咬的 沒有其他咬的方法 我覺得有一點點欠缺了設計 雖然他突然間多了一些陸地的生物 或者是一些大的白酒魚 但是既然設計了這些生物出來 我覺得你可以多花一些不同的設計 在動作場面的設計 不是不停地把人吞下肚子就算了 那我就開始悶了 暫時說了這麼多 我覺得他這部電影就重蹈了漢戰太平洋2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樣拍攝和這樣的節奏很爽 其實你如果在觀察娛樂 你完全沒有要求這樣坐著去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真的挺爽的 但是看完之後 你會發覺你什麼都得不到的 什麼得不到的? 吳京和Jason 他兩個之間的角色 究竟他在這個企業那裡 他還要在哪裏呢? 他就是一個他懂得鯊魚專家 一個就是他這個行動組 他最果斷 但是他拍出來發覺原來不是 是說命水來的 整個戲 你會看到香港的角色裡 他只是一個安排 然後整個戲都好像整個 他們變成一個玩家 這個歷險這些故事 對他來說都不是很重要的 他最主要就是只有一個玩字 所以他那個原本第一集 我覺得他講過菲律賓那個海底 那個是一個high concept 其實到今時今日 你會看到他還是把菲律賓的海底 就是那個底層那裡 原來那個下面 就孕育了很多這些巨型的生物 那那個基本上 都有一種叫 有一個口證在那裡 還有他這次也提出那種能源 就是現在我們最擔心的那種 有導電成分的那種 大家都想要的那種能源 菲徒 是不是 是的 這個前次我覺得 如果他真的認真去想 深化一點點而已 不用太多 一點點就可以了 放下去 那個故事的價值也會增加一點 現在我覺得他就是 用回第一集那時候都OK 那這次都是講少少就夠了 那整個去法呢 就是《漢戰太平洋2》 就是那種去法 因為《漢戰太平洋》第一集 我們覺得很聰明的嘛 第二集那個 連原本那個導演都翻臉了 就是說那個想法不是這樣的 但是這部如果他去得很快 如果你有追過劇情 你會發覺他很有問題 他到礦坑的那裡 尤其是 Jason呢 就進去那裡 後來看到那個反派那場呢 你留意去分分出來 第一 那個是應該接不到的 那一場跟一場之間 一退了水就看到那個反派 在那裡 接不到的 如果你細看 你就看到那個有流動 還有反派 反派 鯊襲擊他的時候 一跳跳出來 就已經關上了一套門 那些位置 就是你恥笑的位置 那些叫做 那些叫做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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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他退水那個 如果你真的 平時那些都有看電影 流浪地球2 劉德華 最低的那個場 二曲功 那其實基本上 你會覺得 他裡面有很多很密集的情節 那些情節 其實全部都是 一都叫做爽啊 去得快啊 令他可以玩到有些喜感啊 出來 那我覺得 在那裡看的時候 都覺得 哈 幾快節 幾速度幾快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看完之後不深刻 你要砌那個故事出來 每個形象太多 沒有一個深刻 就算是 那個侄女 那個關係呢 都變成塑膠很重要的 那就是 就是說上集 李冰冰夾了在老爸和女兒中間那些 還好看那些集 是 上集有心一些 因為他 他還沒放膽玩 就是試一下 行不行這樣 那上集 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叫做水瓶 出來了 這集呢 他就想著去到盡 照回近時那個模式 這個就是看太平洋那時候呢 我們就跟他說 不要這樣 你浪費了一個題材的 說完了 我就是 吳京適應這些經歷片 好像有個名字 Don't be afraid 完全不怕 吳京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他動作真的很好看 但是《戰狼》第一集呢 我也覺得OK的 就是他有些動作的設計呢 他自己玩到 吳京的風格的動作 究竟是怎樣 這樣就出來了 那這部呢 那我覺得 你會覺得好看那些 全部都是特技的嘛 就是八爪魚捲人啊 或者什麼 那些特技都不好看 八爪魚的那些 比如你 你荷里活都做過 荷里活做過 是的 因為那些是程式來的 就是等於變成金剛出現的 蓬莽之災還好看 如果要捲人的話 這個程式就好像一些什麼呢 好像一些翻版程式那樣 就是 比如你要做十個程式的 這個就是那些 做三個 做四個 然後你想想 八爪魚 從來都沒有見過 在陸地上 見到它整個人的 純粹是一些騷子的 因為錢的問題 那種偷雞道 你偷雞道 你連觀眾覺得不耐煩那樣東西 你又一條騷子 還有你那種不合理 就是前後 前後 前面 當你真的發明了 那件衣服 你真的可以在海底抗衡那種 那種力量 當你這個科技是成立的了 開頭當成立了 OK 入信了 觀眾 你最後那種 突然間跳出來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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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狂的程度 就覺得 蛤 這樣 整個力量都沒有了 那條鯊魚那些 癡媽筋 給人的感覺 那種感覺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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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接受 因為你 這樣拍的時候 一走的那個速度 你用一用一些 就是拍攝的時候 就是用一些 slow motion的一種技術 這樣再撿回多些 它現在只是那個 前面有些水泡 後面有些 熱帶雨的放在那裡 製造了菲律賓的那個深海底的那個世界 其實我不收貨 那裡 當然不收貨 你告訴我 我沒有科學知識都知道 如果你真的在25000呎海底走 當你那裡 什麼什麼神醫的姓醫 那樣 你都要做一個壓力 做一個 很難走的事情 讓觀眾看到 現在完全沒有 Alan你也記得 我們之前也有一部 都贊那個 那個 呂強人 他那裡叫什麼 都有一個海底漫步的 人家那個就做出來的 那個效果 就好很多 這個其實我看上來 又是那一句 又是那一句 又是浪費了 是 我也是第一句 就是猜不到有續集 有一個感覺 猜不到有續集 OK 那就差不多了 Sindia有沒有補充 我沒有補充 我就是覺得 留一點氣力 待會兒說一下 叮噹啦 多啦A夢 我為你 如果這部電影 就是變成 你說你剛才所說的 所有力學 變成多啦A夢 就成立了 如果你變成動畫卡通 這部電影就成立了 但問題是 它現在是真人電影 這部電影 那側電影 是出了事 好 OK 下次再說其他電影 好 對對對 他說 到 著 ё 居